一个网站的,因为它其实List,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顺便看一下List里面的相关的东西 那它缺点就是什么,它是简体式的 那你也可以透过Google把它翻译,翻译成繁体式的 只是说它的那个翻译的语法,比如说我们叫串列,它叫列表 不过也一样嘛,反正就是在有点像Excel里面嘛 有解释过就是把那个资料放进去,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说明,并且底下会用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有一些函数,像LEN这边有没有,或比较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请各位自己再去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像最大的,我们前面有用最小的,把它转型有没有 这些好像都有,只有Campail这个没有 Campail就比较两个串列,里面的词是否相同,大概就这样 Return True, Return Force 然后Append这个有用到,把资料放进去,然后去检查某一个东西 有没有出现,这个有点像是那个Excel里面的叫Countif的方法 Countif的话,类似这样,Countif像枢纽分析表里面也常用到类似Countif 比如说算哪一个东西出现的次数,OK 其实你如果在Python里面就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就是说你要把原来理会的经验 看能不能在Python里面找到一些线索,然后把这些线索都集结起来 将来就可以把以前可能要是有全部人工作业,全部都变成自动化作业 这很必要嘛,现在工厂你会发现,现在工厂人越来越少了,没有作业员了 以前的话,作业一堆嘛,现在全部甚至可以关灯耶,为什么? 因为里面全自动化,它不需要,因为里面没有人嘛,你干嘛开灯? 对,而且都24小时作业啦,甚至工业4.0的话,甚至把一些相关的data都放在云端上面 随时修正你需要的一些参数,马上可以做到那个就是相关的调整 很多东西一条龙全部都没有人,全部都电脑化,就是自动化作业 而且还配合那个工业,AI等等的相关技术 哪里需要这种维修工程师? 对对,其他机器坏掉还是需要啦,当然也可能这部分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OK,大部分可能背后都还是需要设计师,因为要把这部分的参数做微调 或者是说程式流程、自动化等等的那些步骤,背后其实都是一堆的程式 谁去写?就是工程师去写,maintain他 所以这个可能就蛮需要你们现在学的这些技术 所以你会发现,你说作业员跑去哪里? 其实作业员就是把他跑到后面去啦 可能以前要在前面作业,现在都跑到后面,要写程式完成了 就像现在电子商务一样,电子商务也没有人,你买东西你有看到电源吗? 没有嘛,你就看到网页嘛,然后点一点,手机上面也是这样,点一点点,就成交了 背后,你说那人跑去哪里?人都跑到背后了,有没有,都是工程师嘛 所以那个詹红志,PC用,他说我根本不需要请一些不懂程式的人 所以他觉得请工程师就好了,所以他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挂工程师啊 可能销售也是销售工程师啊,客服也是客服工程师啊 对不对?以后客服的话,甚至现在都客服机器人了 实际上都是在回答你的都是机器人,都是程式写出来的啦 对,所以以后我想慢慢各行各业,而且现在最赚钱的,都跟这有关系啦 有没有,你会发现产业有转移嘛,我想那个电子商务今年又成长12%嘛 那个营业额又已经放大到几乎占比超过实体,对超过实体的啦 所以未来会怎么转变,应该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应该回不去了,对不对? 所以把这些东西学好,index我记得前面也用过,insert这个没有,remove,刚刚讲的这个reverse 那如果你要排序的话,这边也有sort就好了,sort也蛮常用到的 你可以针对你要的这个串列做由大到小,由小到大排序,你也可以在这边 还有其他的啦,当然你这边,其实串列还有什么,字符串,字符串就字串啦,它多一个符,那为什么?字符串 其实就是字串,那就是文字啦,只是翻译的名称不同,还有其他这些有的没的 比如回圈,fire 回圈,for 回圈,不是说叫你每个都要全部都要会,但至少你要懂 然后当你需要用到的话,你可以来查,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基本的你要会 那如果比较少用到的你要会查,要能够把它加到你的程式work 那基本上我想你应该以后再写程式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另外我觉得这个网站还有一些,像你需要的相关知识,myseql这边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知道myseql,或甚至其他的,像C++,C sharp,Java 如果有人要学Java,这边也有啦,OK 然后还有什么C sharp,那你也可以自己来玩玩看 反正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不过这边好像没有VBA,JavaScript等等 如果以后你要学网路爬虫的话,可能你还要会这三个东西,HTML 因为你要爬网页上的资料,你如果对于网页里面的内容,毫无所知没有概念的话 你不要爬什么,关键东西在哪里,所以恐怕HTML,CSA,这可能还是要会一些 先跟各位讲到这,后面一般的话再讲下去,可能压力就很大了,因为这里面这么多东西,OK 但是其实主要有心,你就往这边再了解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我要反转,我们刚刚已经有方法1,方法2,方法3 那如果我要用方法4的话,方法4就是什么,用配合什么呢,百分比加除除 放在对的位置上,就可以得到结果,程式其实也是还蛮简短,五行就搞定了 98765,Enter,翻转过来,如何写,其实呢,我们一样delete掉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边input一定要转型,刚刚的话呢,不用转 因为刚刚本来input就是文字,就是字串,OK 可是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要字串,我们要数字 所以一定要前面int或evalu,OK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我要让它怎么样 不断的去,就是求余数,得到余数留下来,放到前面去,放下去,printer出去,OK 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什么呢,还需要把它最尾数拿掉 所以呢,第一步的话呢,我们input这个a,接下来我又无穷回圈写一个坏 坏坏的话,意思是说跟他讲,你不断住好了,所以我有时候习惯就写坏的一帽 我如果不知道写什么,我就先至少打个坏坏 就是你不断帮我做好了,不断帮我做,接下来他可能要思考 如果什么呢,if,当什么情况,那个他要不断不断的去帮你继续做 所以呢,特别重要,当a怎么样,他如果不等于0的话 为什么不等于0,如果假如说我今天怎么样,我如果98765 这个一定不是0,所以他一定会做,做什么呢,拿最尾数 然后再去掉最尾数,那一样的道理,拿最尾数去掉,拿去掉,拿去掉 最后的话一定是什么,最后的10全部去掉就变成0了 OK,所以当他不为0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把什么呢 把他的那个最尾数拿回来,所以最尾数怎么输出,我把它print print最尾数的话就是用a,这个值怎么样,求他的余数 除以多少呢,除以10之后的余数 比如说我今天,进来的话98765的余数是多少,除以10的余数 5嘛,对吧,所以帮我print出去,dote,end,end等于0 因为我要先输出5,再输出6,7,8,9 可是问题如果我现在跑,他一直都555 OK,而且会无穷回圈,像如果同学这样直接print会怎么样 无穷回圈记得,如果你无穷回圈,这边有个停止,赶快按下去 不然他一直,因为当他不等于0,画有一帽,进来之后 不等于0,不等于0的话,那他就print,理论上应该会print什么 对对对,ok,因为我太紧张了,因为我怕这个无穷回圈 他到时候跑太久,他会当掉啦,ok 所以,ok,忘记了,太紧张,因为只要遇到这种无穷回圈 我最怕就是跑一跑当机,因为无穷回圈他会一直跑嘛 他跑到运算到最后,因为他跑太快了,他一直没有东西 他就会可能一直消耗记忆体 他可能会当掉,可能喔 所以之前有同学,eclips当掉,那怎么办 你记得就是这边有个停止,有没有,这个有没有 terminate,这个就是可以把它停掉 然后你就是98765,ok,enter一下,有没有,他一直跑 为什么一直print,所以停一下,还好,怕来不及喔 他可能出太久,他最后就挂掉,所以,为什么他会跑不出来 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等于0,所以一定要等于0才会离开 所以后面可能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求余数之后的话,我要把那个尾数去掉 所以把尾数去掉的话,就是什么 A等于A,去掉那个尾数的话,就除除10 有没有,所以98765 98765如果除除10的话是多少 98765.5嘛,对不对喔 但是除除的话就是,点5不要了 其实喔,如果你不用那个除除,你用int也可以啦 int就是舍弃小数点,对ok喔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拿一个5,然后舍弃掉5 拿一个6,舍弃掉6,有没有,拿一个拿一个 最后的话呢,剩下就0了,如果当0,他就离开了 所以呢,程式就写完了,ok,就这样而已喔 我来试一下,看会不会ok,98765 98765,ok,enter 5,6,7,8,9,ok,我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啊 这输入0,好像有问题 哪一个 这0,如果输入0,他不会不等0 诶,对喔,所以这个逻辑 可能这个就不ok,不为0 所以如果是为0的话,那不等于0 诶,你这个问题很好,诶 问题很好,如果他等于0的话,那就是 记得不要让他直接进入回圈 因为你一进入回圈就跑出来了,就就离开了 所以呢,变成说,因为题目里面刚好有讲到 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 诶,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我之前这样写 我记得好像这样写就可以过了 你再试试看,所以他说什么 如果输入0的话,输出0 那当然比较正确应该是if 这边多一个if,if什么 A如果等于0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呢,那就是把它print0就好了 对,没有,ok,print0 对,这样,然后这边 对,少一个帽,对,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ok,好,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是ok 多一个关卡,但是你一定要写在开头 你不能写在下面,因为进入回圈之后就离不开 所以这样子应该如果等于0,然后就把这个0给输出了 或者输出0也可以,把它输入0,enter,就ok了 所以多这个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他给的参考答案里面 好像也没有特别写这个,有吗? 有,ok,ok 那不然你们就加一个这个,比较保险 那教许刚刚说else,可以用什么的else 不行啦,这边如果用else的话 因为他以,就是你加进去的话呢 那他一定是0,如果这边,他如果等于0 不能在画画里面写的else 因为他会还在,他会在那边 对啦 我想问你,不认识 啊? 画画里面写一些,还有衣服吗? 不过可以试试看啦 可以试试看 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是啦 因为我也不确定啦 有些地方,因为你没有run,说真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 可是试了也许就知道了 那怎么试我想大家都会啦 就动手看一下,我试一下 是 你试一下吧 反正这种解法我讲过,没有标准答案 OK,我是觉得这样比较流畅 即便可以,我也不要这样写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会很难去理解 如果写这样子比较顺 OK,所以即便可以 我也不会去想那个怎么写 因为写出来我也不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就像说 怎么讲 就是你明明走大 走由斑马线的比较安全 那边没有斑马线也可以过啦 只是说你过了会不会比较危险 好像会 那我们还是乖乖走斑马线的 那你说走斑马线一定安全吗? 现在好像不一定 我看最近好像很多 没有,最重要就是还是安全一点为重要 OK,画面先欢迎顾一下 就是说,程式的写法 还是比较易于理解、好维护 可能也要思考这一点 如果像我以前 我觉得刚开始 会想要把程式写得很漂亮 很那个 会钻很多牛角尖 最后发现 写完之后自己也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 那麻烦了 如果你最后连自己写的都看不懂 那你怎么维护它 错了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怎么去修改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补一下逻辑判断 就是补一下逻辑判断 好